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杨迪 另一个就是张大大 如今杨迪发展得还非常好 可是这个张大大却被大家给骂惨了 当年张大大还没有什么名气的时候 为谢娜叫去参加自己主持的一个网络 当时收视率也非常高 张大大也因此走红了 而且在走红之后 谢娜这个节目开始做第二季了 个张大大却感觉自己的名气大了 可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就拒绝了谢娜 当时谢娜也非常生气 对张大大非常的不满 在成名之后 他在圈内也交了很多朋友 而且他也成了很多美女的闺蜜 杨妮 杨颖 就是张大大很好的朋友 他们三个经常一起聚会 感情很好 但是很多网友都觉得很恶心 说他心机太重 谁有热毒就跟谁好 大家对他的评价非常差 但是他的名气真的大了 还独巧大量主持了很多节目 但是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他得罪也得罪了不少人 当时在节目中 当时张一山演了一部网剧《鱼醉非常火》 但是江大大在节目中 竟然说张一山演技太浮夸了 当时就引来了很多网友的骂骂 还在一档节目中 得罪了小沈阳 说他不懂音乐 当时非常尴尬 但小沈阳是一个东北人 脾气也不是很好 当时就回对了他 得罪了半个娱乐圈之后 张大大主持的节目也被停播了 但是他还感觉自己很红 当年在下飞机的时候 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可是走出机场的时候 就非常尴尬了 一个接机的都没有 如今他也感觉自己发展下去很难了 据说他现在想回到湖南卫视 去快乐大本营主持 作为快乐大本营的老大何炅 也非常看不惯张大大这一番作为 面对他想主持快乐大本营的事情 何总就说了四个字 你来我走 这四个字也表达了何炅的决心 所以张大大想进入快乐大本营的主持阵容也是无望了